暴逼嘛 譬如說 順便你一路小心你一抱頭比賽是結束 對 非常緊張的一個叫做 打擊就去 左外野方向要不要拼 賽上的跑者快馬加鞭要回來 打翻 5比4 中華隊在押緊賽對奶奶隊7連敗之後 最後一個左外野方向再見的高飛犧牲打 送回了林智勝回來 攻下了智勝噴 中場 中華隊就以5比4 1分之差擊敗了南韓隊 有機會 別管謝 中華隊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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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高志剛 跟2-0-0 一點的跑者跑了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右外野的高飛球 距離有點小尷尬 對接殺三類的跑者要拼了要拼了 球長回來抓 插到 插到 三類往分內闖到前內陣 被判定 受到出殺 在分內之前 一號兩壞 接著上而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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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球要強迫取分 結果被抓到的是高志剛這時候追過去 先抓一個 好 兩出局 波動的一個小尷尬強迫取分就失敗 現在形成了兩出局 高志剛精彩 配合陳鴻文刁斷了一個球路 有了 有半邊 又是高志剛 再來一次 這是 又是高志剛的2.0板 太厲害了 中華隊再添一分 3比1 還有繼續得分的機會 好